3月17日下午 上海加纳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北京巨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黑马科技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后 在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演唱会场牌 Liv Marker 音乐人生现场制造成立 发布会现场与全作业嘉宾出席发布会 胡亥全亲自担任了主讲人 阐述了Liv Marker创立的初衷 Liv Marker将形成从艺人包装到推广 演唱会内容制作 到主办投资运营一体化的完整演唱会产业生态链 我们有非常多这样的情绪 给我们很多的支持 无论是在小的Liv Marker 到终极的体育场馆 到大型的场馆 到大型的后外音乐节 实际上都是我们要去布局的战场 而这些也恰恰地与我们这三方 过去的一期的好资源 所以打造一个变化 生态运营模式非常重要 就是能够让过去在产业内的上中下游 这种协议关系 这种合作关系 甚至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协议关系 变成数一层一个公司的业务 能够让整个演唱会 或者这间演出活动的 这个运营的流通环节 发布会上Liv Marker揭晓了最近的部分演出计划 朴树 好妹妹 宇全 张旭尤等 接下来的全国巡演 除了这些大型演唱会外 还将填补小型音乐类现场演出空白 在更有凝聚力的空间 实现音乐新人与歌迷的凝聚力互动 之前的U盘 以至于到我们后来 已经用二绿码将我们的音乐贴到 任何一个可以贴出我们音乐的地方 去和大家分享音乐 而在互联网家时代的这些日子里 我说这些日子里是之前 在内地很多的一些商品公司 大家为了继续发展 继续生存 一直在资本上面心打的 胡老师也是其中一位先去者 教育教授